政府团队今天再添一名娘子君 这是前新闻主播马千惠 出任台北市花博会的发言人 马千惠说他是昔日同事赵新平所引荐 未来将要面对市议会背询的挑战 那么从李永平赵新平到马千惠 三位这个新闻人出身的娘子君团 可以说为好团队这个如虎添一 在过去我自己就是媒体记者 就是主播嘛 那么现在的话我要面对的 除了记者之外还有市议员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心理建设要做得很好 那心脏要够强 坏下新闻主播套装 微卷头发 医生剪裁和身洋装 这位美女就是前新闻主播马千惠 卸下关环 要成为台北花博的发言人 不会担心啊 对 其实我要坐这个位置之前 我就已经都想过了啦 这个位置不好坐 那我只能够尽量的把它做好 这个是能够操之在我自己手上 掌握在我的部分 离开新闻圈三个月 马千惠不再是拿着麦克风采访别人 而是被采访的对象 毕业于辅大新闻系的他 历经十年的新闻以及播报经验 经过赵新平的引荐 三月初将就任台北花博发言人的职位 跟着赵新平的脚步从新闻台跳槽北市府 绝非事实 误导视听 并且严重扭曲台北市政府维护 儿童跟青少年健康的用心和立场 同样也是新闻主播出身的赵新平 转换跑道成为市府发言人 强悍发言跟新闻媒体杠上 与过去主播温婉的形象大不相同 去年十一月的猫懒事件赵新平也和台北市议员 洪建议对象到底 不让步的作风运人印象深刻 而传出当时力挺赵新平走主战派路线的 就是新闻主播出身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李永平的运筹帷幄 赵新平的犀利口才 再加上甜美可人的马千惠 好团队打出主播牌 而这一群娘子军团也将负责捍卫好龙兵的连任之路 中天新闻郭召集李永平台报道